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岳浦湖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县城 据说不久前有几个探险者在距离县城大约100千米的沙漠当中 发现了一个沉睡了千年的古代城市 并找到了不少属于那个年代的器物 可是就在这些人离开的时候 突然天气大变 黄沙漫天 风沙掠起之处 竟然出现了遍地的人骨 探险者认为 这是因为他们闯入了禁地 遭到了神灵的诅咒 探险者的遭遇 我们先不去管它是真是假 倒是科研人员根据探险者提供的古城遗址所在地 与史书进行了对照 发现在那个位置 一千多年前确实有个叫达斯坦的城市 后来就莫名的消失了 为了探寻古城消失的原因 不久前地理中国设置组跟随专家 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 进行科学考察 岳浦湖县 位于新疆维吾尔兹的居西部 隶属于喀什地区 距离乌鲁木齐市 一千五百六十千米 全线面积三千三百多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十七万 在驼背上颠簸了两天 穿越了数十个高大的沙丘之后 考察队进入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 眼前突然出现的芦苇和胡杨林 让队员们意识到 附近很可能会有绿洲和村庄 而当考察队准备穿越胡杨林的时候 一位老者突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并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这片胡杨林有上万棵胡杨树 占地超过三平方千米 队员们观察胡杨林所在的沙地 看起来和我们前面走过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 老者为什么不让考察队通过呢 难道这里面会有什么危险吗 为什么这个前面就是我们自己不能过呢 就是自己的古墓哪有古墓地下是下面的 我都知道 因为我这看的时间太长了 你们一走过去不带路的话 就掉下去就好 就不行 就人会陷进去 陷进去的 向导跟这位老者交谈之后才了解到 原来这片胡杨林旁的沙地下面 是掩埋着的层层墓葬 当地人叫做麻渣 而这位老人就是这片麻渣的守护人 从十四世纪开始 这里的居民就按照当地的丧葬习俗 在沙漠里建造墓穴 历经几百年的时间 有很多墓穴出现了垮塌 但是从覆盖的沙子上 却很难看出不同 人们走在上面 很容易陷入其中 只有在守护人的带领下 才能安全地绕行通过 这边也都是吗 这边都是古墓 最老的老的就在这里 我们走在这里地下 这里也有古墓 这里也有 这里就全部在沙漠底下 可以看出来的就那种绑的东西 上面那种绑的可以看出来是古墓 就那个绑着东西的那个就是古墓 我们就不能离它太近走 通过麻渣时 考察队注意到 在每一座墓穴的前面 都挂着一个木质的梯子 这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这是具有点那个蒙古的上葬的方式 比如说它挂着葫芦 代表这个吉祥的意思 它的后代码吉祥如意 这梯子就是上天堂 上得去 下得来的意思 随队的向导 朱世宏告诉队员们 这种墓葬方式 属于典型的蒙古族风俗 梯子是逊者通往天堂的道路 顺利的通过墓葬群后 一个奇异的景象 出现在了考察队的面前 只见不远处 水草丛生 绿树成荫 还有月间间的防射 点缀其中 与我们刚刚经历的 大漠黄沙 简直是天壤之别 专家说 这就是绿洲 它被誉为沙海灵珠 是生活在沙漠中的人们 那一生存之地 而那些防射 应该是一个村落 他建议考察队 在村落中修整一碗 补充物资 并看看能否获取一些 有关达斯坦古城的信息 于是 队员们走进了旅洲 来到了村落里 这是一个 只有几十户牧民的小村庄 叫伊福土地库牧村 热情的维吾尔族同胞 对于我们这些 远道而来的客人 非常热情 不仅为我们烹制了丰盛的美食 而且还用极具民族风情的歌舞 欢迎我们的到来 村民介绍说 这种歌舞表演形式叫做迈希莱普 在维吾尔语中是集会的意思 通常在农贤时节 或有尊贵的客人到访时 村民们才会表演 拜尼玛尔一名老人是迈希莱普的船员 他告诉考察队员 迈希莱普已经在这里流传了上千年 歌唱的内容 既有生产生活 爱情婚姻 也涉及历史文化 那么迈希莱普中 会不会有与沙漠古城相关的信息呢 经过询问 埃尼玛尔一名老人告诉考察队 在迈希莱普中 还真有一个章节提到了沙漠中 一个叫达斯坦的古城 说是这古城非常繁荣 位置就在克兹勒河沿岸 占地有一千多亩 居民的数量则达到了两三千人 是一个极为负数之地 虽说这达斯坦古城 后来为何消失 迈希莱普当中并没有提到 但是眼下考察队 已经获取了古城的位置信息 这将为接下来的科考 提供极大的帮助 经过一夜的休整 第二天一早 考察队和绿色告别 离开村庄 再次进入到黄色的沙海之中 行进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队员们的眼前 出现了一小片高地 高地上错落分布着几段 不到一米高的墙体 这会不会就是达斯坦的遗址呢 随行的专家进行了仔细勘查 这个范围看起来不是很大 也就有个十间八间的房子 大的小的全部是九间房子 经过测算 这几段土墙围城的建筑规模 并没有多大 最多只有十来间房屋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是一个城市 那这究竟会是一个什么建筑呢 说不上是个城市 不是城市 这是瓜道 原来以前就是到麦改提 擦车里面就过来的人 在这住一晚上 就是相当于是驿站那种 驿站 古丽扎所长推测 从规模上看 这些建筑确实与古时的驿站相符 原来 古代路上丝绸之路 人们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主要依靠骆驼作为交通工具 一般来说 骆驼从日出到日落 大概能够行走四十千米左右 而城市之间的距离 往往要比四十千米长出很多 于是 人们就在各个城市之间的道路沿线上 建造了一些 从客商休息过夜的驿站 看着这些残垣断壁 考察队员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往日驼队穿梭 商贸繁忙的景象 而如今 深入沙漠腹地的我们 正在事故打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离开驿站不远 考察队遇到了一个高大的沙丘 翻过这座沙丘 一个面积大概在两千多平方米的湖坡 恶然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专家告诉我们 沙漠中的湖坡 一般位于地势低洼地区 由地下水汇集而成 这地方刚好是 它一个盆地的中央 相当于最低的一个点 我们南江这边的蒸发量特别高 蒸发的情况下 它是只蒸发水分子 而不去蒸发别的矿物质 由于沙漠中的蒸发量 远远大于降水量 因而湖坡在刚刚形成之时 还是可以引用的淡水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湖水的水位开始下降 大量矿物质不断沉积 水体就此慢慢变咸 直至无法引用 甚至最终会干涸消失 考察人员对水样进行了化验分析 发现这个湖坡的矿化度并不高 属于危险水湖 专家解释说 这个湖坡距离绿洲不远 再加上海拔较低 地下水源丰富 水量也较为稳定 这是它没有完全变成 咸水湖的原因 就在这时 湖坡边上的一段红色土丘 引起了地质专家 邵开山的注意 它里面还有一些红色的黏土吧 我们看有厚一点的 薄一点的 这一层一层 分层分的 只有我们这个考试地区的 科兹勒河才有这样的特征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在维吾尔语中 克兹勒是红色的意思 因此 克兹勒河又被称为赤河 它发源于塔吉克斯坦境内 全长约778千米 在流入塔克拉玛丹沙漠后消失 属于内陆河 由于其上游要流经 第三季红泥岩石较多的地区 河水中夹杂有大量红色细泥沙 因而呈现出淡红的颜色 这些红色的泥土 意味着此处应该就是 克兹勒河的古河道 而那个建在克兹勒河边的 达斯坦古城 会不会也已建在咫尺了呢 克兹勒河带来的红色泥土 就像是指引方向的路标 考察队沿着古河道 行进了三个多小时后 面前出现了一片开阔的沙地 在平整的黄沙中 隐约浮现出一些白色的物体 这儿还有一个 这儿还有一个 而当队员们走近一看 禁不住冒出一身冷汗 他们竟然是大大小小的骨头 这让大家不由得想起了 探险者阿比利 为我们描述的恐怖场景 这时随对队员 对这些骨头进行了甄别 进而发现 他们并不是人骨 人的骨头和动物的骨头 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去看 因为人是直立行走的 而动物呢 它是个爬型的 尽管像牛 马 像这种驴 这种大型动物 它的长骨也很长 但是它要比人的要粗也要长 而它在那关节结构 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正当考察队以为 这不过是驱惊一场之时 出远处传来了 其他队员的尖叫声 他们在那边发现了一个沙坑 以免埋着的东西 让人不寒而栗 现在你看看这个 能看出是 应该像是人的颅骨 这应该是一颗 随着妈觉得继续深入 考察队居然挖出了一副 近乎完整的人体骨骼 除了腿骨 上半身的骨骼都保留完好 沙漠中怎么会出现人类遗骸呢 专家说 在沙漠中发生意外死亡的事情 并不显见 这里自然环境恶劣 炎热缺水 风暴无常 不要说普通的行人 即便是装备精良的探险者 或者科考人员 有时也会发生意外 而一旦命运黄沙 留存在沙漠中的海骨 就会被流沙覆盖 根据掌握的线索 古城废墟和发现海骨的地方 相距不远 考察队决定 以此为中心 寻找古城的遗址 每个组发一个对讲机 好的 发一个对讲机 来 去到吧 好好好 这个多长的距离之内 就肯定能 这个三四公里没问题 咱就随时保持联络 谁先找到就先通报一下 好吧 没过多久 向西的一路考察队员 有了新的发现 淘气碎片似乎在告诉我们 这里曾经是人类 密集活动的区域 专家说 历经千年的沧桑之后 能够保留下来的 往往都是城墙的遗址 因为和人们居住的房屋相比 城墙的砖石 都是用土石夯制而成 更高大宽厚 也就更能比喻风化波石 那么 考察队员在这些淘片的附近 能够找到城墙的遗迹吗 是真正的城墙吗 真的老城墙 好 就是 它这个白的 红的 杂乱无章的 这就是 当初的话 不管什么土 往里一天 拿那个汗 汗下去的 这就肯定不是天然形成的了 不是 你看 没森林嘛 专家惊喜地发现 其颜色与考察队之前发现的土丘一样 都呈现为红色 这说明 当时人们在建立古城的时候 充分考虑到了区域牌的遍地 就是比如说房子什么 在这里面我们都看不到 它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干燥 像你看现在比较表层的 很疏松的 风化了以后 来一场风刮掉一层 来一场风刮掉一层 这样的话 你像这个城墙的话 它肯定是很厚的 你都剩这么一点 住的房子的话 它那个很薄的那个墙 肯定就已经风化了 沙漠中建成 没有石头可用 沙子也无法累成房屋 是克兹勒河带来的红土 让城市建设成为了可能 人类都是以水而居 它属于一个交通要道 刚好这个克兹勒河 又从这点经过 当初应该是水清草美的地方 综合以上科考发现 专家推断 1500多年前 依靠着充足的水源 还有克兹勒河带来的红色泥土 人们在沙漠当中 建起了达斯坦古城 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 城市规模也不断的扩大 可是这样的一颗沙漠当中的明珠 后来为什么会早将衰落 只剩下记忆中的繁华了呢 考察队啊 离开古城遗址之后呢 继续探寻其中的缘由 虽然科考队在古城墙一带 并没有找到古钱币 古代文物等更多的证据 但是在这次科考活动之后 新疆的考古部门 依据科考队提供的线索 再次来到了这片区域 在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发掘之后 专家确认 这里正是古籍中记载的达斯坦古城遗址 回到岳浦湖县 考察队来到了当地的档案馆 在枯绝大司典中 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 蒙古大军牺牲时 曾经有一支军队 占领了达斯坦古城 会不会是这支蒙古军队 毁坏了这座城池呢 这个信息让专家猛然想起 在沙漠考察过程中 考察队曾经遇到过的麻渣 这个极具蒙古族特征的古墓群 与达斯坦古城的肖王 会不会存在某种联系呢 这时 向导又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岳浦湖县东北方向 35000米处 有一个叫做木华里的村庄 村中生活的都是蒙古族人 于是 考察队在向导的带领下 来到了木华里村 考察队发现 每一个村民家中的显著位置 都贴着成吉思汗的画像 经过询问 队员们得知 木华里的村民 是当年一支蒙古西征大军的后裔 那时 他们就居住在沙漠中的达斯坦古城 直到四五百年前 才迁移到现在居住的地方 有关迁移的原因 老人说 听祖辈们传言 就在四五百年前 克兹勒河的河水 开始莫名的减少 甚至完全干涸 所以当初应该是 这个地方 克兹勒河的水断流了 这人们无法存活下去 搬走 它可能性要大一下 失去水源 在沙漠里 就等于失去了生命线 达斯坦城里的居民 不得不分散 迁移到其他游水源的地方 木华里的村民 就是其中的一支 之后 达斯坦城就成为了一座空城 随着岁月的流逝 也就消失在了沙漠之中 可是 克兹勒河在沙漠里 奔流了上万年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 忽然干涸呢 专家告诉我们 沙漠中的河流 都属于内流河 水源补给 来自高山上的冰川溶水 水流量往往不稳定 一旦遇到气温偏低的年份 河流就有可能干涸 然而 在查找历史水文资料过程中 考察队意外的发现 克兹勒河虽然全长达到 778千米 但其位置恰好在昆仑山 天山和帕米尔高原之间 地势较低 汇集了这三大高海拔区 大量的冰川溶水 因而历史上一直流量稳定 并未产生过干涸现象 而这与村民描述的搬迁原因 并不一致 那么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经过详细的考察和分析研究 专家找到了答案 在数百年前 赫兹勒河并不是出现了断流 而是发生了改道 原来沙漠河流的河道普遍较浅 当水量突然增加时 往往会发生河流改道的现象 原有河道上的阴阴绿洲 也很快会失去生机 被黄沙吞没 达斯坦古城的居民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离开了家园 去寻找新的生存之地 专家说 除了水资源匮乏 这个自然因素外 他认为 达斯坦古城消亡 还有历史原因 那就是路上丝绸之路的衰败 丝绸之路在汉朝市兴起 延续了一千多年 但是到了十五十六世纪时 造船业取得了重大突破 大航海时代来临 与海洋运输相比 陆路运输 载货量小 效率低 途中自然环境险恶 容易遭遇盗匪侵扰 于是东西方之间的海运 逐渐兴盛起来 而路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量 不断减少 这就导致达斯坦古城 失去了重要的经济居住 再加上科兹勒河的改道 繁盛一时的沙漠古城 开始走向衰败 最终被流沙掩埋 尘封在了密系的岁月中 如今在塔利木盆地当中 以及塔克拉巴干沙漠的核心区 都有一些一核而建的村庄 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惧怕 类似河流改道这样的灭顶灾难 在沙漠里像坎井 银水灌渠等水利工程 保障了日常的生活 再加上利用生态治理 防杀 制杀 在沙漠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也可以做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